国道车潮涌现端午廉价第一天 虽然天空不作美 有些飘雨 但不解民众出游兴致 过了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二点 高承载管制下午又有一波车潮 我们预估中午高承载管制结束之后 会有一波非高承载的车辆 就会涌入到 涌现到国道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会造成说 整个湖口新竹以及彰化系统到浦岩系统 还有台中都会去这几个路段 那都会出现比较车多的现象 关心廉价交通 部长贺诚旦一早也到高工局视察 要提醒民众 像是国一杨梅到头奔 麻豆到安定 国三树林到关西 中头到雾峰 以及假日最爱塞车的国五南港到头城 都是容易塞车的地雷路段 民众可以改走替代道路或改搭大众运输 习惯就选择答科研 而且都在讲比较方便 减少那个时间吧 比较说大众公运比较方便 可以在车上睡眠 还有没有相关运营的加班车还有空位 先锋时段平均每三到五分钟就有车可以搭 搭配其他运输工具还有优惠票可买 台铁则是在廉价期间 每天加开树林到花莲的区间车 完缓三列次也提供北宜一百元 北花两百元的优惠票价 高工局预估廉价首日最塞 交通量达一百二十万车公里 不想栽在国道上 利用大众运输就能避免坏了出有心情 记者王国立装机圈 台北报道